第三,Smarty,已知SPEC-X的太空載人火箭在地球軌道會加速到每小時27,000公里,已知載人客艙在落地前會因為與大氣層摩擦產生阻力,減速至每小時300公里,最後落地前,火箭會調整姿勢,使其艦體與地面垂直,並且開啟一個減速火箭,連同空氣阻力提供客艙-600公里每小時每小時, 等加速度,幫助客艙減速如上圖所示,請問減速火箭必須在離地多少公里的高度就必須啟動,才能順利的落地,再能客艙垂直於地面落地,那麼我們可以從圖上看出來,這裡的面積就是位移就是我們的必須減速火箭要啟動的最起碼的高度,這樣他才能夠從每小時32公里,然後減速到0,著地為止, 那麼這裡VT圖的直線代表加速度,面積代表位移,所以我的位移就是面積,這個面積是一個三角形,所以就是底乘以高除以2,所以是0.5乘以300除以2,就是150除以2,就是75,單位呢是公里,所以第38題問我們說, 要減速火箭必須在離地多少公里的高度就必須啟動,才能順利的落地,我們答案選的是A,75公里 我們可以過去的第一題,我們可以前往前做一個深追目的寄附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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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和風格地,然後我們分享一下я貓